下一位 2009年来到了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公读软件工程硕士 将于今年7月份毕业 因为我有过一些相关的实习经验 我也有很深的数学背景 所以在做科研和学术方面 有很多的经历和很多的优势 事为知己者死 如果你需要一个很好的领导 来发现你给你很大的平台 也来做事 25岁辽宁人 清华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硕士 大家好 我叫李小 来自辽宁大连 今天25岁 然后现在在北京读硕士 预计今天7月份毕业 专业是软件工程 今天来到分解莫属 想找一份关于软件开达工程师 或者互联网架构师的职位 谢谢大家 欢迎李小 清华大学 是的 理工科 对 理工科 标准的清华理科男 对不对 还好 那个本科是在 本科是北京科技大学 数学系的 数学系 到了硕士的时候 就考到了清华软件工程专业 对 是的 功课怎么样 功课中等吧 都过了 对 修的课都过了 怎么那么含糊呢 这话说的 出了点问题 有一课没修 你看我说藏着话呢吧 我问他都过了吗 修的课都过了 我为什么觉得 你看我跟你说 像我这样在大学当老师的人 对你们每一句话 你们设的陷阱 给自己弄的包袱 什么叫没修 没选 学分没修够 学分够了 然后有门课 在计划外的 然后突然就 就出现了 然后就没修 然后呢 然后就要 就当时没修嘛 就错过了 所以要重修一下就好 您班都有这问题 没有 只有我一个 就是啊 那其他人 怎么没这问题啊 这个事情 我也很难解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像天外飞天一样的东西吧 对 我当时也是跟老师 这么解释的了 老师也是信 你看谁的这是 你聊着聊着 天儿老往这儿 看谁的没事吧 没事没事 后面没什么埋 没有 后边有你熟人吗 有他熟人吗 在前面呢 谁是他是 事情往往就这样 突然间出现了 谁是你熟人 在前面这一排的 你们三位是他熟人是吗 那你在后面在找谁 你在后面原本是找他们 看到了 我只在回忆一下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动作 没有什么动机 没有什么动机吗 那块没熟人吗 没有 你就是在这种迷茫的状态当中 没有修到那门课 对吗 算吧 他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下意识的 一个逃避的动作 可能这种社交的场合 对于他来讲 是比较陌生的 不过挺可爱的 你们三位都是他的什么同学 硕士的同学 就是李小同学 平时就是这样聊天的吗 他平常会比现在更幽默一些 比现在还幽默 但是他一直都是一个 说话和做事都很有分寸 并且很在朋友中受欢迎的人 好 明白了 谢谢 请坐 来吧 说说工作的事吧 又有过什么实习工作吗 去过搜狗 去搜狗干嘛 搜狗 王小川今天没来 王小川今天没来 去搜狗干嘛 搜狗的搜索运维组 做开发实习生 做开发 然后后来去了 雅虎做了点东西 那就是你 因为到毕业季了嘛 对 雅虎有没有给你 你有没有争取雅虎的工作 在考虑吧 因为他还在考虑之争 这个什么职位 也是个软件开发工程师 软件开发工程师 薪水他给你提的是 不大方便说吧 因为对公司来说 那我这么烦 问 今天你来找工作 希望的薪水是 多一点吧 大概应该高于现在 今年IT界的平均水平 20K以上 20K 就是两万块钱以上 月薪两万块钱以上 这是 哎呀 费劲啊 这是和小李的这个基本想法 是吧 辛苦年了 好 来 完成了这个学业 你觉得三年里面 你做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什么 好 我在搜狗当时做分析 做得还不错 搜狗界面 它为了反爬虫的一个系统 当时一开始 它的漏风率很高 大概35%这样子 然后大概做了三个多月 这样的20%以下 这样子每天会屏蔽掉 都屏蔽掉一百万左右 我想问一下 你开发的系统里面 访问量最大的一个系统 有多少访问量 就几百那样子 内部的系统 你实际上是没有做过一个 有很多很多人访问的 比如几百万人 就没有做过上线的公众产品 对 没有做过 所以这样子 其实说实话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 英杰生 为什么大愿意给高清 是因为他的学习能力 所以过去有没有什么事情 能证明说你超强的学习能力 我会变魔术 我变魔术很快 变魔术 因为我追我女朋友的时候 是变魔术 你追女朋友是怎么追的 变魔术 那种变纸牌魔术 我像六千点刷 你们理科生追女朋友的方法 也很奇怪 就是为了追女朋友练的魔术吗 不是啊 就是觉得很好玩啊 作为理工男 是的 身上还是有很多的才华 理工男靠什么追女生 比方说 小李 会唱歌 是的 自己作曲作曲 非常轻轻 小李 下次见 比方说 让我在那个夏天遇见你 月亮看着海面上面倒映的星星 那是我们在一起 曾经总是快乐的 绝不知珍惜 现实总是残酷的 只剩下回忆 未来总是迷茫的 不要太在意 只要努力去做自己 谁说不可以 你知道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的感觉吗 就是现在让我回到了20年前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会儿我们也干过这个 但是我就有一句歌词 我特别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当你唱到 现实总是残酷的 你要瞟我一眼 没有 我就是唱歌的时候 你自始至终都是深情地望着大家 突然唱到 现实总是残酷的 你瞟了我一眼 对 没有啊 因为就是我觉得 看一下大家 你们来看一下张老师 大家都应该看到 我已经正好赶了 就和残酷这事没什么关系 残酷没有关系 你没有反讽什么吧 没有 我今天觉得非常的幸运 非常荣幸 我会站在一个台上 啊 现实总是残酷的 好 未来总是迷茫的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小李这不来了吗 好 热烈的掌声送给小李同学 来吧 先别影响 别影响12位 这样的人 只会选择 他选择的专业 所以 12位 你们选择 五位 离开 五位 五位留了下来 谢谢 先生我有台 谢谢 五位亮灯的问问题 哎 我很喜欢你这位IT男啊 就是跟我们公司的文化气氛都很fit 就是那种比较开放要比较开心 同时又比较严肃一点的 其实你很聪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当你在做技术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能让你有兴奋感的 我觉得更多是相当于 我喜欢做算法 其实 很大的一个算法 因为算法本质上是 可能是 你需要对这个行业经营很深的理解 理解之后 你又提出一个点来 你这个想法很简单 那你要先构造一个数学模型 把它完整地描述出来 描述出来之后 然后再敲成代码 敲成代码之后 再做实验 实验之后再和数据比对 然后看看想法是不是对的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我看你的报名来源是大街网 对 是的 你使用大街网频繁吗 就是去年9月份注册的 去年9月份 1月30号 你在使用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一些关于人的 或关于这种信息的推荐 不够准 因为现在 可能实在一点 现在它推荐来的信息特别多 有点太多了 然后可能什么范围的都有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肯定是我注册了 我写我什么学校的 什么专业的 前之后会有一些职位推荐给我 这时候我肯定会挑我感兴趣的去看 你应该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再这样的细分就能更加有针对性 我想问你的是 有没有想到过另外一种人生轨迹 因为这个做软件工程师 我了解到的 大部分人都是 这个行业是个青春饭 那么现在能给你20K 那可能它大部分人的越往后随着年龄增长 它的价值在下降或劳动量在提高 那么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什么岗位呢 能用上你现在的这种这个学调的软件工程 IT行业的知识 能用上你的数学 来分析现在所有的上市公司里面 做这个IT行业的上市公司 分析他们的技术更新换代成果 分析他们未来的成长性 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做这个行业 有兴趣啊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不进互联网企业 而进这样的企业 就在不在你的职业规划的范畴里 可能职业规划 因为现在自己已经25岁了嘛 可能我想的是先毕业了多赚点钱 你对自己未来职业你有什么设计 好 说一下 肯定要创业的 以后肯定是要创业的 对 那现在 大概预估个时间 你大概 创业一是要有资本 二是要有机会 其实现在我应该对一个行业 很了解之后 知道它那部怎么玩之后 才能打进去 好 那最后个问题 抱歉 最后个问题 好吗 就说 看你提到女朋友 你很爱她 她很爱你 如果在工作中 你需要加班的时候 你女朋友要你陪她的时候 遇到这种选择 你会怎么去做 我加班啊 她不需要我陪她 OK 我想问一下 你们那个安装 我先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老板就意味着要没人性吗 不是 少刚 这是程序员geek 程序员的一种传统是文化 有深思的 自己比较习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说 不是陪女朋友 还是是加班 选择了加班 这叫文化呀 然后一个老板 还强调这是文化 这叫没人性 可能 假设她真需要你陪呢 给你打电话 李小 我今天真的想 我心情不好 我需要你陪 现在要看电影 买了泰坦尼克3D的 还有20分钟 华星见 去不了了 你找人吧 找谁去啊 少刚老师 这就别再问了 我的天哪 都爱替男 那个陪女朋友的方式 都是坐在咖啡馆里 两人对着 看电脑 然后跟着 可以往聊 还凑热呢 没人性 不管他的回答怎么样 我认为老板 如果让员工 在加班和女朋友之间 加班和妻子之间 加班和家庭之间 做选择 他选择了 加班 然后老板说 了不起 我们公司有文化 这种文化叫没人性 不是不是 小刚老师 我觉得他对谈恋爱这块 很厉害的 因为他这种男孩 凡是这样的男孩 更教女孩的喜欢 刚刚您那种说法 是上一个世纪的说法 已经 那我哪个是哪个说法 就是女孩一定要缠着 男生的说法 现在都不这样了 我还是喜欢那样的 所以你俩不在一个轨道上 我还是喜欢一个女生 会说让我去陪电影 我还是说 我喜欢我在工作状态 她打电话说 我现在要跟你说话 我觉得当这个时候 来临的时候 我很幸福 我被需要着 我并且满足了她的需要 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亲密的 无间的融合在一起 我很幸福 你体会不到是吧 你体会得到这种幸福吗 五年了 少刚说我十年 少刚已经十五年了 少刚也有没话说的时候了 直接噎回去 那现场所有的笑点 都是基于一个文科生 跟一个理科生 我们之间的对话 错位 五位 到了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到李小的手里 注意他提到的职位以及薪金 是重要的考量的基础 选 精神离开四家互联网企业 留了下来 一一说一下他们的职位 好吗 好的 郝勒满 就是这个研发工程师 研发工程师 来自郝勒满 郡美优品 也是研发工程师 在算法方面 然后郡美 说实话 现在团队 技术团队 十几个团队 撑了两个亿一个月 销售盘子 所以相信在这种团队里面 学习能力非常强 另外我们只有三个产品经理 如果去个互联网公司 你知道这个团队 是多么的端小金看 所以我相信你很快 可以成功起来 好 来 列联网 我给你提供的几位 职位是那个高级软件工程师 高级软件工程师 因为在我们公司 在列联里面就是 产品是我们的灵魂 技术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会对技术 这块投资是非常大的 好 好 谢谢科并 来 苏晨 大街网知道了 算法工程师 大街网有来自百度 微软的 很多这个算法上面的 高级科学家 所以我相信 这个团队能给你非常好的 这个空间和这个成长的 这个机会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两盏灯灭掉 出发 再见 树斌 谢谢 谢谢 再见 树斌 谢谢 欢迎李小回来 欢迎李小回来 剧名优品 大街网 谈钱不少感情 少刚老师 不管陈欧出多少 比他高百分之二十 咱们当老板说话算话 对不对 算话 我觉得这么好人才 至少五十万年薪嘛 你看 你看 苏斋 你不了解陈欧 作为一个快上市公司的CEO 说话一定得算话 苏斋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了解陈欧 陈欧是一个能下得了毒手的人 陈欧是初五十万什么 但是我觉得陈欧讲的是真话 嗯 真的 嗯 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突然跳出来说这句话 有意思吗 我以陈欧的 不是朋友的名义 嗯 表达我比较中立的立场 陈欧这句话 话里有话 真的应该考量 是 明白 所以 李小 其实李小 你说你反应慢 其实刚才从两个老板的 这一番对决当中 你应该有所体会 对 你应该如何去选择 哇 大家说的话好狠啊 一个一个的 哎哎哎哎 不 不出主意了 这个是 你还嫌场面不够乱吗 对啊 干脆就乱起来吧 这样吧 这个站站母调起来的 好 来 那个 我在 实习期间 给你二十K 实习之后给你的表现 可以有增幅 好 然后另外大街网提供你非常优越的齐全 这个网就不说了 谢谢 二十K 一样二十K 然后我们公司 我们创始团队 尤其是我的合伙人 我们有一个齐全池 专门给很厉害的人员 而且 我也是技术出身 你机灵什么在这 我觉得都这么好 很难 很难抉择 小伙计已经有点难选了 对不对 是的 十五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大街网 还是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沈刚老师 我还想争取一句 再争取一句 算法是大街网 二分之一的核心竞争力 应该公平 一个能够赚钱 并高速成长企业 才是核心的 十五秒钟的思考 最好 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大街网 还是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你们打吧 我走了 最好 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巨美优品 还是大街网 还是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你们打吧 我走了 巨美优品 谢谢